我一直認為 愛國者治港 在共建香港方面 可以創造更大的力量和價值 所以在我上任之後 就在行政主導的原則之下 我隨即是提出 舉行前廳交流會 開啟了行政和立法良性互動的新片像 效果是正面的 我現在提出第二個互動交流的新建議 是舉行立法會行政長官互動交流答問會 互動交流答問會 將集合現在一般的答問會 議案辯論 以及施政報告諮詢三個環節的優點於一身 會設定重大、宏觀 以及策略性的議題 讓議員和行政長官 可以團結地處理一些重大的議題 從宏觀和大局官的角度 通過互動交流 建立共識 議員在會上可以就議題 向行政長官提問 亦都可以只表達意見 亦都可以兩者兼備 行政長官除了回答問題之外 亦都可以諮詢議員的意見 以納入施政的考慮 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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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員